HELLO 大家好 這個應該是近期 應該算是最新買的東西 其實先前的那個影片就是錄那個 就是介紹那個減法的那個鏡子 其實他應該要在比這個之前到 然後結果就因為一些情況 然後那個就是Amazon Deliver之後 然後他說Deliver 然後結果什麼東西都沒有看到 就想說是不是被幹走了還是什麼 然後就聯絡那個Amazon的人員說 為什麼我們沒有到 你說放在什麼Mailroom 我們這裡根本就沒有Mailroom這種東西 然後所以他就再幫我Deliver一次 然後第二次就成功就還好 就是剛好Deliver的時候 那天剛好他說Deliver的時候 然後我在三分鐘到家 所以我就想說 就安卓有要把幹走後 我可能可以募集那一幕這樣子 然後就第二次就有送到這樣 所以就算是 所以就是解釋說為什麼這個會比那個鏡子找到 找到原因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technically他還這個東西算是我 我Amazon近期買的最新的東西這樣 那其實這個東西呢 算是 我覺得大家還是就是我 我只是 就是我自己推薦 就是說不是推薦 就是我跟大家分享 就是推薦你去買這樣 然後 這個是 要感謝我的朋友 Avelyn 然後 Avelyn他是藥師 然後 我那天就是 我想可能大家 有時候 偶爾可能也會遇到 就是肚子不舒服的狀況 然後 你可能在台灣會帶一些胃藥來 然後 反正你也知道 就是台灣帶來的藥就是慢慢消耗 總有一天會消耗盡 然後 我自己是覺得說 我來美國之後其實是這樣 就是 台灣帶來的東西 如果有一天用完的話 我就不會 期望說 請我 請我爸媽再寄給我這樣 因為我覺得 那個不是一個長期 適應 生活在一個新的地方方式 應該要 要使用當地的東西這樣 即便他可能沒有你國家的東西好用 但是 你應該要使用當地 當地人在使用的東西這樣子 那 以後可能別人問你的話 你可能 可能會有辦法 跟他講說 那個 今天比如說講說 要買什麼東西的話 然後 你不會說 我都用我國家 所以我不知道當天買什麼這樣 我覺得很好一個例子 是乳液法 這個也不是要 這不是介紹一個東西 但是 像這個乳液 也是 我在這邊買的 然後之前 像我媽都會 會 那時候 有一陣子會寄給我 就是台灣區城市的東西 這樣子 就大家很感謝 但是其實我也是覺得說 是時候要使用當地的產品這樣 因為 我想當地的產品還是比較 符合 當地人的使用上的 我想應該是 使用上的設計嗎 應該可以這麼講吧 所以比如說 如果以胃藥這個東西的話 就是說 美國大概吃了什麼 什麼 這個 肚子不舒服的話 吃這個胃藥應該會比較符合 當地食物 就造成你胃不舒服的狀況 緩解 這樣子 那肯定國家 帶來的胃藥 也許不一定 那麼針對當地的實況 這樣 那其實有很 那時候 阿富林跟我介紹 是有三種 那個 胃藥 那 我想 就 可能我再補充 在資訊 因為他上次有 跟我講一下 個別的東西 那 我後來是發現說 那幾種 就胃藥都 都在阿姆手賣 那所以 我想說好 我就隨便買一罐來吃吃看 只是 也不是說胃買 買來就要忙吃 只是想說 放在那邊 如果我突然 什麼時候肚子 覺得說 欸 好像可以來試一顆胃藥的時候 我就來試試看 美國胃藥到底 到底怎麼樣 那 這一家叫做 Tom Star 然後它是 呃 所以你如果要在美國找 胃藥的話 它就是 呃 你可能就 Toms是一個牌子 這樣 然後你可能就是 你可能就查這個 Antoxic 這個 這個 名字 然後在Amazon 就可以找到一些 不同品牌的胃藥 然後 胃藥呢 其實它是水果口味 所以 反正我都覺得 藥如果做的就好吃 或者是怎麼樣的話 我就覺得很好 然後 這個是可以 可以嚼 嚼的 就是你可以把它咬碎的 所以 它會幫助在吸收上更容易吸收這樣 然後 其實我已經試吃了兩顆過了 所以 大概在過去的這兩週有各吃一次這樣 那 其實我也不是到那種 那種 那種 說什麼 味痛那種情況去 那種情況下吃 我只是突然覺得說 欸 我今天吃 可能 比如說 晚餐 呃 比較晚一點吃 然後喝了比較多湯這樣 然後覺得說 欸消化好像沒有那麼好喔 的時候 我吃一顆 大概是那種情況 然後 然後 我是覺得 嗯 就跟那個Averine告訴我一樣 就是 Toms這個 這個品牌呢 其實 味藥是很快的 會帶給你效果這樣子 然後 但是 他有提到說 他的 持續的效果其實沒有那麼好 但是我想 可能是因為我的狀況是 就只是消化 沒有很好 或者說還在消化過程中 我想幫助他 就是 緩解那個 不舒服感這樣 然後去吃這樣 那他就是水果口味 所以你就咬睡之後 喝個水這樣 那 我覺得 我自己的感覺是大概 半個小時內就見效了 所以 其實是真的蠻快的這樣子 那 以前我都會吃 可能台灣的時候 會買那個日本的什麼 錶 錶菲米啊 或者是會去藥局 買一些味藥這樣子 然後 差不多也是可能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內 會有 會有 那個 功效 那 所以這個Toms 他是半個小時內就有功效 我真的覺得就蠻快的這樣子 然後 一般的味藥可能在台灣 如果大家吃過的話 他也知道 就是可能也沒什麼味道 那 所以像這個有水果口味的話 我相信 他會 是 美國比較大的牌子 然後又 比較 比較受歡迎的 我想應該就是因為 水果口味 然後小朋友會喜歡 這樣子 那 那 買了這個 他其實 這一罐 就大概有七八十顆這樣 所以其實 你如果不是 如果像我這樣 不是很常吃的人 我想 我想買這個Size 應該可以 好一陣子 我覺得 幾個月到半年 甚至趕快超過 我覺得 都是很有可能的 比如說你一個禮拜吃一顆好了 然後一個月吃四顆 那這個可以給你十八個禮拜 十八個 十八個禮拜 嗯 四 我們十八個月 所以 就 超過一年 所以 所以這一罐 這一罐其實就可以 可以用蠻久 搞不好 搞不好到時候 就還已經過期了 就是 就是 他這有沒有寫實 什麼時候過期 嗯 衛藥 衛藥應該不會那麼快過期吧 好像沒有 沒有這個資訊 有有有有看到了 可以放到2027年 所以 所以還好 這放五年 五年左右 所以 這個 我想 七十二顆到時候 大概就已經吃完了 那所以 呃 如果你在美國 你想要 來試試看 當地的胃藥的話 也許你可以試試看這個 這樣子 就是 我覺得都 多方嘗試 就是 也許可能會有不同狀況 比如說 像我剛剛說的 消化不良的時候 也許可能 TOMS是適合你 可是 如果你今天肚子痛的話 也許TOMS不適合你 你可能要吃多種 這樣子 那我覺得可能可以 買個 我想 我也要這種東西 就是 買 買放在那裡 也不會 也不會 碍事 也不會突然壞掉 然後 我覺得 買個 一兩種 兩三種 放在那邊 然後 就是 肚子痛的時候 把自己當實驗品 然後 來 間接來測試一下 哪個胃藥 就是 比較有效 我覺得也是蠻有趣的 實驗 這個 研究生精神 這樣子 好 所以 今天跟大家介紹 算是比較 以往都介紹 什麼 什麼 使用的東西 這也是使用的東西 就是 以往都介紹電器 或者是 對啦 電器比較多 那今天跟大家介紹一個 不一樣的 面相 不一樣的東西 味藥 好 希望 對你有幫助 如果你可能最近剛好在 嗯 思考 或者是想要嘗試 跟我一樣 想要嘗試美國味藥的話 那我覺得可以試試看 我覺得 吃起來味道蠻好 像在吃維他命C一樣 不同口味的維他命C 好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 拜拜